去 给我的 谢谢宝贝 谢谢 来 他是男生女生啊 这显然是女生嘛 他要是男生的话 给我送朵玫瑰花 算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个应该是 现在叫他 麦先生比较合适 不行 可能那个 马老师 他比较热情 所以狗就先吵打过去了 一个人的魅力 你现在多个方面 不光对人群有魅力 对狗群也是有魅力的 就是前者我真没看出来 后者我见识 等你 走过来 走过来 赵先生 他叫 Magic Magic 对 有魔力的狗 多大岁数来着 今年八岁了 相当于人的年龄 六十岁 那是雷鸣老师的 叔叔本 那你得叫什么 大哥 他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吗 他可以是一个 现在来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家庭保姆 家庭保姆 对 金牌家庭保姆犬 可以这么讲 一般我都见过 大家也都见过 有一些电视上 或者是一些场合 比如狗狗很聪明 会算数 是吧 是 会怎么怎么样的 他会吗 会啊 十一内的加减法 嗯 周老师出道题 行 出一个难点的啊 这个 三 加这个 多少 这个要叫很久啊 声音 来 要叫很久 对 看到没有 他跟你说 三加五等于几 环境 三加五等于几 还几掌呢 是 这数学我们见识了啊 是 保姆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做 那我们现在就演示 他的家庭保姆吧 行 OK 赵先生是个非常懒惰的人 每天早上都有一个 特别的保姆来照顾他 啊 开启了啊 我这个 喝一下 哈哈 耶 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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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 就 看 看 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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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它垃圾桶里 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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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